你去哪儿 老板 吃车豆腐吗 你给我过来 老板 吃不吃车豆腐 还热着呢 你刚刚干什么去了 我 我 我去看别的组了 然后 然后 还买了臭豆腐吃了 还吃了糖葫芦 我还去道具库了 不过打碎了一个花瓶 你知不知道你的工作 就是帮我查通告 对剧本 你这样到处乱跑 你让我自己怎么办 你一会儿就跟着我 去哪儿 都让我知道 好 我知道了 对不起啊 老板 我错了 原来我吧 老板 不过顾小姐的丝巾 在我眼里 可不但是条丝巾 那是什么 在我眼里 停 你还好 飞儿啊 你刚才那个情绪表现得不准确啊 你想想 在你面前的这个人 是你爱着的人 你一边爱着她 一边又不得不提防她 人物的那种纠结 没展现出来啊 导演 我休息一下 找找感觉 小蕊 小蕊 这风妖的又去哪儿了 小蕊 严磊 去趟片场 看看打号 好的 来走 好 飞儿姐 那个不知好歹的女孩 原来是苏达号的助理啊 导演 我刚刚又看了看这场戏 琢磨了一下 终于知道是哪儿不对劲了 你说 我觉得 可以给我在家一个丫鬟 这样比较能够体现出 我在剧中的身份吧 导演觉得呢 可是现在找也来不及啊 不用找 我看 他就还不错 可是他不会演戏啊 就是啊 他一点表演基础都没有 怎么能行呢 开什么玩笑 讨演 演一个丫鬟而已 不需要什么基础的 我想选他 是因为觉得他的气质最合适 行吧 他们是在看我吗 好 就这么着吧 既然飞儿都提出来了 那就试试吧 不过啊 你可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啊 就看你的了啊 不是 你这服装也不行啊 他们说一会儿去取服装 行行行 这么着吧 来 先给他们试戏 戏试好了就换衣服啊 好嘞 导演 赶紧试戏 来 来 谢谢导演 谢谢飞儿姐 你知道你演的是什么吗 演飞儿姐的 哦不对 戏里面的她 她主子的丫鬟 你知道一玩丫鬟怎么当吗 丫鬟 丫鬟 关键词 就这个 知道 你真知道啊 就是前我跑腿呗 那你若知道的话 我们就试一遍戏 嗯 你干吗呢 我这试戏呢 你能不能演啊 能不能演啊 别笑了 能演 再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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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试个戏也笑 一会儿去账房啊 解工资 一会儿走吧 那是 按照剧本上的说吗 当然是按剧本上的说啊 不好意思 我现在来 小姐 你不能 你不能不要我 我家里 都等着有钱呢 现在 就不要我的话 我弟的病就没法治了 那也不行 我们有多余的钱来试试你 你赶紧走 小姐 我 你不是 你不是该跪下了吗 你怎么还站着呢 我现在就跪啊 当然又跪了 你不跪 这出戏演出来怎么能 打动人呢 那不是试戏吗 试戏要试出来 给导演看一下的嘛 行不行 那就从这儿再来一遍好不好 来 小姐 对不起 小姐 我真的做错了 请你不要 不要不要我 剧本提示长嘴了 当然了 快 小 小姐 我错了 赶紧 快 来 太轻了 再重一点 什么啊 忍真一点 小姐 我错了 我长嘴还不行吗 我错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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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 停 那个 你这个不好啊 拍戏嘛 虽然说是拍戏 但是有真实一点好不好 您要打 最起码得挨到脸吧 对吧 脸那么挨到 那行吗 嗯 那我们再来一下 从这接吗 从这儿俩吗 行 从这儿来吧 来 小姐 我真的错了 你不要 不要不要我 我长嘴还不行吗 卡 谁喊呢 市的戏呢 干什么呢 谁让你喊停的 你是导演 我是导演 我是觉得他的戏 真的不行啊 不好意思啊 导演 起来吧 脸疼不疼啊 对不起啊 老板 我演得不好 让你打你就打呀 回家吧 现在 我 收工了 想不到开拍没几天 就遇到这么多是非 我觉得那个骚瑞 好像不太靠谱 要不把他换了 找个新的吧 不用了 到现在为止 他表现还不错 好吧